鏡頭要轉回到國內來看到校園居然發生如此誇張的校園暴力事件 這是在桃園一所國中從開學至今 學生之間衝突不斷 想不到居然是有家長就帶著電擊棒 還自稱是輔導老師 混入到學校裡面電擊學生 導致學生昏倒送衣 桃園一所國中的學生家長竟然揚稱自己是輔導老師 帶著電擊棒進校園 電擊學生導致學生受傷送衣 那這個學生當然也暴力攻擊這個家長 然後去咬傷了這個家長 那家長也索性拿出浴場在身上的電擊棒 直接去電擊這個學生 而且把他電昏了 不過被電擊的國一學生在校就曾經引起其他爭議 原來被電擊受傷的七年級男生 今年才剛上國中 雖然成績很好 但情緒控管出狀況 開學到現在短短幾週 不但動手打同學 甚至還打老師 校方處理態度消極 連被打的班導師都選擇請假一個多月 就是怕來上課又會被學生攻擊 也跟家長達成了協議 就是讓學生同學用各業 試信課程的方式 先不要到班級 抽禮出來做課程教學 為了避免衝突再發生 桃園市教育局火速批准相關經費 目前先將情緒失控 攻擊同學跟老師的學生抽離原班級 另外再安排一組老師上課 加上特教老師助理老師 三名老師一起上課 校方也會安排社會團體諮商課程 協助學生控制情緒 希望早日回歸正常班級上課 記者謝謝祥林 桃園報導 澤東 earth dall京博士教育 científic 農教第一雄 我們猶豫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